首先歡迎各位遠道而來的各位貴賓 包括台上的兩位獎者 不管是藝術圈的還是金融圈的 再來也歡迎在場的金融業的各位先進 各位前輩 包括我們金融營業的黃柏怡黃院長 凱基的魏董事長 還有其他的先進不及一一提到 再來是歡迎藝術界的老朋友 這很有趣講到金融業就是先進 講到藝術界就是老朋友 尤其是畫廊協會的老朋友 在場過去幾年 我也分享了很多很多次的活動 謝謝你們的參加 因為我相信今年的主題比往年更有趣 我一直都說 這個我不是一個金融業正常的分子 應該是一個比較異常的人 那我記得在1993年我在台灣 參加過一個小型的affair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affair 就買了一幅畫 因為我喜歡所以買了一幅畫 於是接下來我就沒有錢可以過日子了 也沒有能力再買下一幅畫 那後來我到美國開始工作 1997年我看了一部電影 身為藝術的愛好者 你一定會希望不斷的擁有再擁有 可是因為你買了一幅畫 你就沒有能力再去買一幅畫 或是買其他的作品 實在是藝術愛好者最大的缺害 所以才會有藝術金融 藝術金融提供給藝術的愛好者 更多更多的機會 可是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 藝術跟金融業者 畢竟有很多很多先天的不一樣 所以慢慢的開始 從一般的企業的收藏 銀行的收藏 大家如果參加過以前的論壇 應該記得過去幾年裡面 我們介紹過德國的銀行 德意志銀行的收藏 也稍微談到過JP Morgan的收藏 也提到過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 那這是從Balanch裡面 本來自己的Equity來做的收藏 那接下來就慢慢進入了 這個藝術品拿去融資 也就是從資產負債表裡面 再去把資產拿來做抵押 來做的收藏 當然剛剛美麗與智慧兼具的 這個李理事長說 他是個門外漢 不過他大概把這個藝術跟金融的關係 都勾勒完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細節了 那今天在場有兩位來賓 我先介紹 等一下先開始跟我們分享的 黃俊 黃教授 我們剛剛提到藝術跟金融 我也非常開心的發現 今天剛好有兩條線 黃教授是研究金融出身的 他是中國人民大學裡面做金融的專業 也一直待在這個金融的領域 那甚至於在2005年他也研究過台灣的金融業 所以他對台灣金融業的人都不陌生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完全可以從金融的立場出發 所以他現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這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金融藝術 藝術金融的一個工作 那第二位剛好相反 趙麗 趙仙 那台灣藝術界的人應該覺得聽到這個名字更熟悉了 這個畫廊的成品的前輩就是趙麗趙女士 不過我們是歡迎趙麗趙教授 那他是中央美院 他是無錫人 然後在中央美院 然後他是從藝術出發 然後慢慢累積到金融 那所以他們兩個的線路完全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怎麼樣從不同的地方可以插出不同的火花 那我引言的時間已經太長了 我現在請黃俊 那個黃教授幫我們分析一下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非常高興有機會 接受這個主委會的邀請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這幾年就是說從這個經濟學或者金融學的背景 來看藝術品市場的一些心得 我今天其實一開始的那個題目是關於這個藝術品的支押貸款 那麼後來我自己覺得可能光講藝術品的支押貸款呢 有點面太窄了 那麼我想給大家簡單的介紹和評價一下 中國的這個大陸的藝術品金融市場 我今天主要是講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個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特點 第二個藝術品的投資的收益和風險 第三個我們看一下藝術品支押貸款 第四個我們看一下藝術品基金 那麼這一張圖呢是從2001年到2014年的中國的藝術品的拍賣市場的這個成交額的這樣的一個圖 那麼其實我們在看這個圖的時候我們看在2001年 一直到2014年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就是非常快的一個發展 那特別是從2001年到2011年大概十年的時間 那我們說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呢 就是我們講的拍賣市場 從幾十億跨越到了上千億的這樣的一種規模 所以這十年的發展我們說是一個非常快速的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那麼特別是我想說的這樣一段 大家關注一下09年 08年呢正好是這個次貸危機 從09年開始呢 我們看09年 10年 11年呢 有一個非常快速的發展 所以到了11年的時候呢 我們根據那個文化部的數據呢 那麼當然除了拍賣 還有這個一級市場畫廊 還有一些假如說畫店啊 包括這些其他的市場 那麼當年的文化部出的這個數據呢 是超過了2000億 那麼這一年呢 我們成為全球最大的藝術品市場 那麼到了11年以後呢 當然這個市場開始回調 開始回調 那麼我們就在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09年開始這個市場會突然的爆發 而且一下子就衝得非常高 從我的理解呢 是我們講首先講我們說從長期來看 那麼也就是說 我認為是中國30年的經濟的快速的發展 那麼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也就是說有了一個這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第二點呢 還有一個短期的誘發因素 那麼短期的誘發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08年的9月15號 大家知道雷曼兄弟倒閉 也就是誘發了全球的這樣的一種金融危機 那麼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開始了這樣的一種經濟的刺激計劃 那麼在中國呢 我們說從09年開始我們有了 推出了一個經濟的強刺激計劃 那麼也就是說4萬億的計劃和經濟的這個GDP保八 那麼因為我說我之前是研究銀行的 在09年的時候 中國的銀行業的貸款我們說貸封了 什麼叫貸封了呢 就是說不計成本不計風險 政府呢就是說擔心這個經濟會下滑 所以呢就要求大家來一起來刺激 所以09年我們之前的08年的所有的銀行的貸款 每年的新增貸款量大概在4到4.5萬億 但是到了09年我們那一年的新增貸款達到了多少呢 9.59萬億 也就是說比上一年增加了32%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07年開始中國的股市進入了低迷狀態 那麼而08年呢還有一個非常具體重要的數據 就是什麼呢 從08年開始中國的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 那麼3000美元是一個什麼概念 3000美元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一個門檻 那麼我們在講說3000美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節點呢 是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轉移的一個關鍵的節點 那麼換句話說3000美元以下 那麼在這個時候 那麼你的收入基本上就是吃穿基本的用途 過了3000美元以後你就會有多餘的錢了 那麼你可以旅遊 你可以買更好的衣服 你可以就是享受很多的內容 對吧 那麼我們講說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說中國開始進入了這樣的一個時代 所以到09年的時候 大量的資金找不到 就是老百姓開始有富裕的錢了 那麼它需要 我們說有富裕的錢了 一般來講它會兩個方向 第一個文化的需求會上升 第二個就是財富管理的需求會上升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說藝術品市場的一些精品的高收益率 就吸引了大量的資金 湧入到藝術品市場 所以說我們講是說 中國30年的經濟的快速發展 就是說 這是一個長期的基本面 就是財富的積累到了這樣的一個程度 再一個呢就是說 大量的資金需要找保值增值的地方 那麼藝術品市場的精品的這種高收益率 就導致了大量的市場 大量的資金湧入到這個市場 湧入到這個市場 所以呢就是從09年開始 這樣的一個非常快的這個增長 那麼當然我們講說 到了一年的時候 那我們說因為漲得太快了 就是我們在說什麼呢 實際上這個市場已經被透支了 所以呢 12年開始回調 當然這兩年情況 我們說就從拍賣市場的情況來講 其實挺不好的 挺不好的 當然和中國的經濟增長的速度的下滑 和這個我們說反腐 都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好 這是我們剛才看 這是我們講到的人均GDP 這是13年的數據 實際上在去年 前10個省的人均GDP 都突破了1萬美元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我說是一個這種 富裕的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麼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 我們說中國這個藝術品市場的特點 第一個我說全民收藏 第一個就是說 除了富人在這個拍賣行裡 去爭奪這樣的一種高端的這個藝術品 而且這些消息 就像娛樂新聞一樣 經常能夠佔據到 財經的這種新聞的這個頭版 大家就是成為一個很關注的這樣的事件 那麼同時呢 普通老百姓的 對藝術品收藏的熱情呢 也非常的高漲 那麼我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種高漲 我們說在國內有很多的電視的節目 假如說健保 假如說一錘定音 這樣的一種節目收視率都特別高 那麼在普及了這個文化的知識的這個基礎上 其實就是我覺得 就是可能在座很多的這個朋友 可能都去過大陸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在中國社會現在的一種心態 這種心態就是說 對財富的追逐和希望快速的這種致富 大家都在做夢 就是最好能夠一夜暴富 所以呢 就是在這裡面呢 我覺得財富的這樣的一種吸引力 也成為了這個 我覺得這個收藏或者是消費 或者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一個動力 那麼這個我曾經每月有個教授 叫工具水教授 他跟我講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他長期在紐約 就是說這個他也有 就是說基本上有很長時間在紐約 然後呢每年也會有一段時間呢 到美院來他作為特評教授 他說這個 他跟中央電視台的 就到這個下面的各個省市 假如說走進猴馬 走進中山 就是屬於的中國的三四線城市 去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說在樓上推開窗戶一看 下面廣場上幾千人站著 有的人抱著書畫 有的人抱著瓷器 有的人抱著門堆 大家都要來這個去見賞 那麼除了到這個節目中 除了告訴你是真假以外 其實電視觀眾其實特別關心的一個 就是最後值多少錢 所以就是說他可能說 這是爺爺當時給我的 爺爺當時可能就是 就是花200塊錢買的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家的這個傳家寶 我希望要問 想問一下就是 除了真假以外 最後值多少錢 然後最後這個專家說 如果拿去拍賣 可能能值30萬 大家聽了以後 心裡都特別的興奮 也都是想看這樣的一個答案 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 和中國人的這樣的一種 對財富的這種渴望和追逐 是聯繫在一起的 那我看媒體估計說 中國藝術品的收藏或者是消費 或者是怎麼樣的人群 以千萬來計 超過了就是和中國的股民 這個數量不相上下 經常假如說有朋友 買了個和田玉 買完以後 過了幾年 假如說碰到一個很懂玉的人 他馬上可能就會問你 你看我現在值多少錢 對吧 他都哪怕幾百塊錢的東西 他都想 是不是現在要是值2000塊錢了 他就很開心 其實本來是個消費的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 財富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東西 在中國來講 就是說它成為了這個 這個階段的一個 特定時期的一種特徵 第二個呢 我說藝術品成為資產 什麼叫資產 資產就是作為一種保值 增值的工具 那麼覺得有個非常突出的特點 特別是09年開始 在中國的藝術品市場 原來呢 主要是長家和國有博物館 但是09年開始 大量的企業家資金的進入 那麼也就是說 它這個收藏的 或者購買者的這個結構 發生了變化 那麼在這樣的一種 這個企業家資金的 這個進入的時候呢 很大的一部分 我說是什麼呢 把財務收益作為最主要的目標 那麼市場上就充斥了 大量的投機的資金 就是說 大家都是要做短平快的 那麼可能這個企業家 他對這個藝術品 一點都不喜歡 或者一點都沒感覺 但是他聽說 誰是誰買了 因為在藝術品市場 中國藝術品市場 經常會有很多的神話 假如說90年代初 我們就有時候說 尤倫斯就798的那個 一個很有名的藝術中心 他當時買了很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 是100塊錢港幣買的 但是到了200年前後 拍賣的時候 是幾百萬 上千萬 甚至上億 很多很多這樣的一種神話 所以呢 那麼企業家呢 他可能沒感覺 但是他聽說 漲得很快 他就把大量的資金進去了 進去以後 他就非常關心 他可能隔幾天 他的國藝兩個月 他就問 漲沒漲 那個賺了多少錢 但是他其實沒感覺 所以我就說 他把財務收益 當成一個主要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麼有大量的 這樣的一種投機資金 那麼當然我們說 這個數據不是很準確 但是我也看了很多資料 大概說現在百分之七八十 實際上都是以財務目標為主的 那麼也就是說 我說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在歐美國家 藝術品實際上是個收藏市場 主要是收藏市場 但是在中國 藝術品和房地產一樣 成為一種保值增值的工具 因為在過去十年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和股票相比和債券相比 房地產是一個賺錢最多的資產 所以在中國我們有統計數據說 45歲以上的這樣的一個人 在城市裡的人 平均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有兩到三套住房 那麼他不是為了改善 而是為了投資 第三個我們說 藝術品金融的創新非常活躍 那我們說這個 藝術品市場的集中度非常高 它的特點就是我們說 你會發現藝術品市場和金融市場 它是高度重合的 無論在紐約 在倫敦 還是在香港 在北京 就是大量的資金進來了以後 就加速了金融機構和這個 這個市場和藝術品的這個對接 那我們說在中國來講 這種創新 我們說金融實際上分為五大領域 銀行 證券 保險 基金 信託 那麼在中國的這十年中 幾乎藝術品和這五大行業 都有創新的這個產品 所以創新非常的活躍 那麼我們看這樣的一個圖 這是德勤的報告 就是我們說 世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德勤 他做的這個藝術品金融報告 這一個報告是什麼呢 我們講的是這個藝術品基金 大家看這種深綠色的是什麼呢 是歐洲加美國 加在一起 那麼2011年的時候 它的管理的基金是6.4億美元 發行了多少支呢 23支 淺黃色的是中國大陸的 9.14億美元60支 12年 你看 13年 14年 你會看出來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這個特點是什麼 中國的市場的藝術品基金 遠遠多於歐美市場 換句話說 有時候我們在研究這個 那麼有些人同樣跟我說 你們是不是可以借鑒歐美市場 就是說看他們的這個產品 是怎麼涉及的 那麼我們也翻了很多的文獻 當然藝術品基金模式 這種商業模式 最少是從歐美來的 但是就目前來講 無論是這個保險基金 還是信託還是證券化 的這種創新的程度 中國大陸遠遠走在歐美的前面 那有時候在想 你說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你想也很容易理解 為什麼呢 歐美市場它是個收藏市場 你為什麼要有那麼多的金融產品 這些財富管理的產品 是因為中國它是要掙錢 對吧 所以它的這種 就是財富管理的這種產品 會特別多 特別多